再跟大伙道了两句 中共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组织处下发了一通知 让党员群众们,国资委 这等于是国资系统里的党员群众们自愿捐款 然后这个捐款,而且要不宣传 说白了吧,咱说白了中国自愿的事 我们都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基本上来说,就是说你捐也得捐,不捐也得捐 不光这个,而且中信集团,就是中信证券也在强制捐款 就是最低200块钱 这个一出来以后,我们就特别理解一件事 就是说,我原来就说过结论 是财政和医保是真没钱 是真没钱 如果他但凡说有钱 他也不会说动这手活,让大家捐款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啊,我们所有的所谓的兴邦级灾难 那什么叫兴邦级灾难呢 就是说,原来不有一句话吗 我忘了是谁说的 是老温说的,还是谁说的 就是叫多难兴邦,对吧 我们这块呢,天灾人祸呢 层中勿穷 但是呢,能够达到兴邦级的灾难 多难兴邦,兴邦级的灾难呢 不多 隔几年呢,有一次 这回呢,肯定算是兴邦级的灾难了 是吧 原本两年前,就是两年多以前 那个呢,是一个兴邦级的灾难 但是呢,现在这个呢 又更算兴邦级的灾难 为什么呢 两年前啊,是大家都这德行 你没办法 现在呢,是说只有中国人这德行 那你肯定就是更是兴邦级的灾难了 对不对 要不然呢,要不然你其他国家都已经都躺平放开 是吧 在中国的语境下,你这叫躺平 要放开,是吧 那中国不这么干,那肯定就是变成灾难 那这个灾难呢,就是兴邦级的 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兴邦 各个地方这个钱都没了 是吧 老百姓呢,得其他病都死了都无所谓 但是呢,只要别得这新冠死 你就算是,你就算是得其所在了 对吧 那这种兴邦级的灾难呢 不捐款是不可能的 那肯定是说让大家去捐款 这个呢,还跟那些突发的这种东西灾难不一样 它呢,是一个常流水 长期的给你泄洪的过程 给你抽血的过程 那这个过程呢 钱是跟不上烫的 原来跟大家讲过这事 就是说呀,您比如说吧 我说了,说原来的医保 对吧 你的这个资金是本身就比较捉金见着 你哪怕有一些结余在里边 但是呢,你扛不住这么使 您想一次核酸是多少钱 一个这个核酸的这个亭子是多少钱 这些东西有没有人去给你干这活 变款干,有 但是你要不要结账 从哪结这个账 原来的,我说的不是说现在 说大家开始已经自己自费做核酸了 等于是核酸税嘛,对不对 你自己自费做核酸 你只有拿着核酸 你才能开始正常的生产生活 那这个,如果您把这东西叫做对 对这个所谓的叫什么 叫做生产开销也罢 叫做这什么也罢 它基本上而言还是税 因为原本你不需要交这个钱 你就可以去踏实实上去干这些事情 那现在要交这钱 而且是你必须强制交48小时交一回 72小时交一回 甚至一个星期交一回 但是它本质上来说 是对你的这个生活成本 以及工作成本的一个巨大提高 那这个东西它就是水 这个呢,没什么可说的 它叫核酸税 那现在是可能说让大家自己掏这钱 但是呢,它原来这些呢 你这种封城的这种轮番做核酸 那这些钱你总要是交给 去交这个交给这些检测公司 和这些什么东西 那它这个钱怎么来啊 对不对 那这些钱原本的医保 你再怎么有结余 那个只是小头 就像一个就普通人家啊 你怎么来讲 你一个月有结余 那东西都是小头 因为你不做生意 对不对 你只要是不做生意 你就没有那种大块的金像 你每月结余的那点钱 怎么都是一个小数目 你一年下来能结余多少 各位你们自己都知道 你们自己都都有自己的生活 你不是月光族 你的收入比较高 那可能来讲 你能在年底结余 但是那个东西都是小钱 那个都是小钱 那有些人或者是有些地区 它根本连这小钱都没有 有些是医保结余 它有个比如说百八十亿 那有些地方本身就是亏空的 现在为什么说很多地方有医保要统筹安排啊 为什么说不再搁到个人账户上去 就是因为有些地方是有结余的 有些地方一点结余都没有 它是一定要亏的 它需要由那个有结余的地区给它进行贴补 而且这个钱呢 又不可能说是从完全从财政那一块给你这么划拨 那有些地方呢 就是说你这块的结余 它整个全国同筹嘛 你就会挪到别的地方去暂时填这个窟窿 所以说你在整体上你看上去的话 医保是一定是没钱的 哪怕是有些地区 它有一定的结余 但是那个数字基本是账面数字 你没有可能整个的把它都给搁到一起 就是说你没有办法说 我这块有结余 我就可以随便花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是统筹安排的 对吧 而且即使有这个结余 你遇到一件大事 你一定要一样会做尽见证 你比如说上海 你比如说它有个几百亿的结余 对吧 去年有结余 OK好 您自己算一下 它每个人的成本 每一次做核酸的成本 2500万人 这是什么概念 你做一轮核酸 你不会说是一块钱吧 你至少也得两三块钱 对不对 就是说你支付的成本吧 那两三块钱 已经算是最低的了 而混减的这种东西 那一次就得是事 就得是几乎快上亿 几千万 你那点结余 可以折腾多久 对不对 你还有其他的 很多的这些东西 你包括 包括这个人员的 你志愿者你也给钱呢 那包括人员的 包括你要给这个 这些人送这个东西 那有一些是财政府 有一些呢 你要从医保这块走 所以整体的财政 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紧张的状态 这个呢 还有另外一个佐证 是什么呢 就是大批量的这个 就是药品呢 就是那个 停止了医保报销 这个东西呢 它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 整体的这个名单 你就可以看到 有一部分 就是很大一部分是什么 是中程药 中程药很多啊 就是这 当然这是件好事啊 这是件好事 那个中程药本身的效果呢 有说不上多好 但是呢 它又再占了大量的医保额度 那中程药这一部分给去掉 这个是一个好事 就是说 不幸当中的一个亮点吧 但是呢 也有很多的 就是有效果 就是但是价格比较高的 化学药 它也现在不给医保报销了 今年很有可能 大概在 我估摸着啊 在十月份 已经几个月之后吧 就很有可能 医保的就是已经见底 就是它 你今年所有的额度都已经用完 它干嘛呢 就是说你的这个 包括正常的这些药物 报销 包括像那个手术这些东西 很有可能 你就做不了 你可能都要等到明年 当然十月份也是一个节点 正好是中共二十大 二十大的时候呢 那如果我们盛上成功的登基建座 再次登基建座啊 那这可能呢 还能好一些 因为大家呢 可以整个放开了 那经济渐渐的恢复 但是呢 如果它要不行 或者是有其他的这些东西 在其中给你捣乱 那它可能还要封一段时间 这个封一段时间的话 就不好讲了 那整个经济财政是要崩溃的 就不是说整体经济会崩溃 就是说 但是你财政这一块 你不可能说有什么大的进向 那怎么办 这个是一个问题 现在呢 它进行 已经开始进行这种 国企的这种整个下属的 这些公司的这个捐款 你可以明显看出来 这些钱非常简单的 就是会进入到 那目前已经盘位已经空了的 这个医保范畴之内 来进行这种医疗的兑付 就现在 但是你现在是不是真的能够兑付得了 有多少钱在里面 这个不好说 因为大家也没钱 国企 你说它有钱 那确实是有 有一部分有 有一部分就是没有 那而且是普通老百姓 国企它也依然是 大家都是普通老百姓 它不是一个 它不是一个那个什么呀 它不是一个说 全都有钱的人 对吧 那领导干部可能会有一些钱 但是老百姓会有吗 他还没有钱 那你这么长时间 可能国企开工资的 可能就是说 它的这种能力会强 它跟私企不一样 私企有可能你失业或者怎么样 那国企呢 可能它因为各种各样银行的 人家银行不会抽贷呀 然后呢 这些工资是有保障的 但是它本身国企又不完全靠工资 它很多时候呢 是什么绩效啊 包括像这些东西 因为我们都知道绩效工资啊 奖金呢 构成了整体收入的很大一部分 你现在没有活干的时候 这些钱也是没有的 那它的工资 哪怕可以照常发放 但是呢 要给你捐款 就等于是在国企这个系统里 又抽了一笔税 就是你个人的个人所得税 等于是又抽了一笔 你名义上捐款 名义上是自愿 我们中国的自愿 大家都是知道的 原来你只要 你要是自愿的话 好多钱 你一分钱都收不上来 对吧 那包括像是这种 原来的 你看地震什么的 那个捐款 那比如问川地震 很多的机构 你就必须得捐 那个时候 我还在那个国家 那个就是算是体制内吧 中国日报那块 你不捐款是不行的 他直接就会扣你的钱 对吧 那你能不捐吗 跟你捐不捐 其实没什么关系 他会直接扣掉你 我都忘了是多少钱了 就那个事情 大家还记着那个王石 王石先生 原来我跟大家聊过这事 王石为什么有一个外号 叫王石块 王石元呢 就是说 说你们要捐 最多是十块钱 然后呢 我你也不要 我也不会收你们的钱 以公司的名义 就万科集团的名义去捐 这么着的话 旅然你知美 这我不干 而且这个钱到哪 我心里也没 大家心里都有数 对吧 能不能花到位 大家心里也明白 这话说出来以后 被所有的这个正能量们围攻 好多 其实甚至于被很多的 平时很善良的人围攻 这个 然后就说 你这个钱 你居然是这样 这个 那会儿没有星邦级灾难 这个说法 对吧 但是呢 实际上而言 那个灾难是建国以来非常大的一个了 那大家的 哎呀 往省 省之间用往里捐钱 后来那捐的款 那个效果大家也都知道 剩了那么多钱 直接划播到四川省财政里边 这是有正规新闻报道的 不信自己去查 对吧 OK 好 那这些 这还是捐款的效果 那但是捐你一定要捐 像这个国企这种模式 你就必须捐 你不捐是完全不可能的 你过不了关的 对吧 直接从你工资搭上扣 你一点招都没有 所以呢 就现在来讲 已经到了 就是第一 要这些人重新交易 让民间承担这个核酸检测费用 就是说呢 你要交易比核酸税 这个你如果没有这个核酸税 你门都出不去 对吧 这是这是一个 或者说你 你在上海那会儿 还有一个是什么 你就是说 我不出门行不行 也不行 你直接就会被 比如什么什么码 然后你就直接被拉走了 这更麻烦 那这是一核酸税 这是要民间开始承担 因为 第二个 这个让各级捐款 你自愿捐款 对吧 你反正你自愿捐捐号了 然后第三个 在医保这一块 给你削减其他的这种支出 你的这个 你的药品会少 你的这个 你可以报销的药品会少 你的这个手术可能做不了 你包括住院的话 当然现在住院也是瞎扯 他们还没有完全解封的 那像整体的削减 这些正常性的开支 的同时 然后去让大家 重新自己再交一笔钱 去把这个窟窿 尽量的填补上 大概就是这么个路数 所以这个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现在 当然我们都能知道 各种迹象都能表明 整体的财政 捉襟见肘 已经到了一个 就是说不是见肘了 你知道吗 这一捉襟整个泪叉子都出来了 大概就是这么个路数 已经说不灵了 肯定是不灵了 所以啊 就是说各位 如果你们在国内 或者怎么样啊 你们一定要记住一件事 希望能够 如果您有什么病的话 这俩月能 您现在还没去看 还有说什么拖一拖 或者怎么样 别拖了 你赶紧去看 这俩月 您看我节目的人 就是说在境内的 这俩月赶紧去看病去 别拖 千万别拖 再往下拖的话 您可能再往下拖 就没人给您看了 您得拖到明年 才能够看得上 尤其是动手术的这种 真的 这个可能有些手术 没那么紧张 说这个 我说我明年再说也行 那您自己就琢磨琢磨 或者说 您说我拖俩月 我这两天 这段时间工作忙 真的 再忙 你也最好去看看这病 把这事情给做好 因为 因为原本的这个估算 大概是 一般来讲是年底 11月12月 你这个医保没钱了 你把这东西拖到明年去做 现在 9月份 10月份有可能就 就你什么都做不了了 你看今天都6月了 对吧 没几个月的时间 所以赶紧去看你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为大家的建议 第二个建议就是说 再怎么样 再怎么样 多锻炼身体 你这两年 您琢磨这个医保 回不过劲来 真的是完全回不过劲来的 多锻炼点身体 哪怕是每天多走走路 不骑自行车 也别说是 也别说是呢 把这个东西呢 指望医保什么的 给你扛这个病 当然对每人身体好 是最好的 可是呢 这回身体 这回您锻炼身体啊 很有可能就是 关乎于 您往下这些 这两年的 这个生命安全问题 能够让自己身体好一点 除了原本具有的 好好生活的意义之外 现在呢 也更重要了 这大概就是这样 跟大家瞎扯几句 看这个架势呢 确实有点不对 必须提醒一下 好 谢谢诸位 谢谢